駕駛将草车停进工厂 踩钢下车突然碰一声 草车的桶子整个爆炸 大量分成浑着浓烟散开来 黑烟瞬间淹没整间工厂 草车车头一路往前喷飞 爆炸威力相当惊人 画面震撼 驾驶下车不过20秒 草桶突然炸开 重达两吨的车头喷飞 滑行50公尺远 车体被巨大爆炸炸裂成好几节 草桶断成两节 像是被刀切断的痕迹 另一边喷飞的车头板筋凹毁 断裂的地方焦黑一片 应该是卸压阀吧 卸压阀是吧 它是从哪里爆掉 据老检处了解 当时驾驶正在使用控压机打气 将草桶的灰飞 也就是水泥原料运送下来 疑似卸压阀故障量货 但谁能想到驾驶才刚下车 草车卸掉时会突然炸裂 车头往前爆炸 应该是力量很大 因为它整个钢槽是非常的大 那里面的货物也在里面 本来里面就有压力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棒浦 再把压力整个打下去的话 超过它的极限 整个钢槽整个爆炸 根据物理专家的说法 草车内的灰飞不属于易燃物 不会是爆炸主因 最有可能就是压力导致爆裂 这么大威力的爆炸 发生在台中清水区 旧庄路的水泥场 16号下午3点多 驾驶只要在晚个几秒钟 下车就会被炸飞 索性逃过一劫 有金无限 这里孟章谢云珍 台中采访不到